民進黨台北市長提名人陳時中 前一天才公布居住政策 一早就安排出席都市更新座談活動 現場推銷政策 猛採柯市府痛點 大談都市更新 任何的市府或是說柯市府 也做了很久 那確實是有一些難度 這些難度在哪裡 怎麼樣去克服 也不是用講的就會解決 一定要多跟專家 跟實際在工作的人 有進一步的討論 才能夠真正的來解決問題 很多民眾的產業 他們也不希望看到很多 過去沒有辦法落實的一些政策 可歸防水 也就是說包括居住政議 包括居住的政策 我也都之前提出來 包括通過新營換居的方式 創造雙移 那當時台北市政府 他們也出來說早就在做 而且執行率是零 而我們是化被動為主動 透過公司協力 與很多民間團體一起合作 所以要提出政見沒有問題 你可以說出現在的執行 有哪些問題 或者現在的租金或補貼 或需要哪些調整 但是單純只講一樣東西 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 左打陳時中右打蔣萬安 點出對手政策上的問題 展現他才是最熟悉 台北市政的人 除了戰策攻防 來迎再度緊咬疫苗爭議 到地檢署告發 陳時中涉嫌突利 其實他們最在乎的 就是對於政治人物的誠信 我們看到陳時中 卻不敢表達反對的意見 到現在一直不願意公開 表達反對的態度 那包括地檔採購相關的合約 竟然要封存30年 不願公開透明 這對年輕人來講 也完全無法接受 我想這些種種都是 形成他們所堅信的價值觀 一個政治的動作 在選舉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讓司法能夠 把事情調查清楚 也是一件好事情 疫苗封存正義 來因驚咬不放 陳時中老神在在 就讓司法查個水落石出 藍綠白三方人馬 各就各位 北市掌控防戰火花四射 歡迎新聞 宋君 宋指寧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稍asi層 在您右邊 選擇